保时捷的故事差不多讲了两集了 现在要有个收尾 因为保时捷实在是在汽车工业 特别是在欧洲的汽车工业史上 它的地位太大了 因为它对德国汽车工业的影响力 又因为德国汽车工业 对整个世界汽车工业的影响 那么最终使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前面几集讲了 他一直都挺顺风顺水的 他最大的机遇就是从哪来的呢 当然这个最大的机遇也是最大的一个坑 是1934年 1934年的时候 希特勒就给了飞行男保时捷一个合同 就是让他开发大众汽车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资源都在向他倾斜 希特勒他们还把他命名为德国最伟大的工程师 就这种称号 还让他辞掉了他的捷克国籍 加入了德国国籍 几乎就是你要什么荣誉 你要什么财力 权力我都给你 你只要替我们纳粹卖命就行 好好地干 这么一感觉 他当然也是很积极很感动 就是去开发的这个大众汽车 他开发的这个大众汽车呢 这里边是有个故事的 实际上呢 大众汽车是应该长啥样呢 并不是保时捷想象出来 而是希特勒给他指定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希特勒他一直想吞并捷克 那之前呢 他希特勒没当上这德国总理的时候 他不是政治家吗 他就到处拉选票 到处跑 他就去过多次去过捷克 那当时呢 他就看到了捷克的车型 捷克的车叫什么呢 泰托拉 他还跟这个泰托拉的工程师呢 来的文卡 吃过几回饭 然后他又去跟飞南保时捷吃饭 然后他就说 我在捷克看那一车 那车特棒 然后就跟飞南保时捷说 这个车就应该是 跑在我的路上的车 就这意思 因为希特勒呢 他当了总理 德国总理之后的大兴土木 他干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整个德国修公路 修高速路 他的这高速路 被他调动他的军队 坦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他在德国境内的 他的军队可以瞬间抵达 他要攻击了国家的边界 然后一路冲下去 但是他当时他不是说 我要打仗 所以我修高速路 他的概念是什么呢 我要给整个德国装上轮子 像美国一样 让全德国的彭劳飞行都有车开 有车开 咱们必须得有路 所以咱们得修路 所以基本上就是希特勒的冤枉 就照这样造一个车给我 就照这样的车 这车就好 这种事情 说老实话 是一种很常态的事情 就是一特别有权威的人 在一个组织内部 最有权威的人 指定要干嘛 那他的下属就是指哪打哪 德国的总理指定要做这件事 我就要把它做好 他说要把这车造出来 我就把它造出来 结果他开发的甲壳虫 就跟泰多拉几乎长一样 但是呢 是在泰多拉的基础上简化的版本 它比泰多拉更简单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它要变成国民车 人泰多拉生产的车 可不是国民车 是正常的汽车 是卖给有钱人 但是即便简化了它的基础架构 跟泰多拉还是靠配过来的 那到这个车出来之后呢 泰多拉还是不干 还是受不了 你这完全破坏专利游戏规则吗 你哪能直接靠配我的车就生产呢 所以又兴起了诉讼 把大众汽车给告了 但是刚告完就打仗了 刚打仗 杰克就被拿下 德国把杰克一拿下 就没有官司了 但是问题是德国战败 德国一战败 这些国家全都纷纷独立 那么这个时候 杰克斯洛伐克独立之后 那么泰多拉继续 把当年的官司就拎出来了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大众赔给泰多拉 一百万德国马克 把这官司了结了 庭外和解 那从这个角度上 其实这故事也挺有意思 就是费迪南德保时捷 这么大名鼎鼎的人物 怎么能全盘去拷贝 人家一个捷克的车呢 这说明什么呢 那么后边我们就会去讲 泰多拉的故事 这里就能先说到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有一点你可以肯定 就是什么呢 就是费迪南德保时捷 他开发甲壳 从拷贝泰托拉的设计 并不是百分之百 出于他自愿 是他有这看法 让他弄出来的 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而是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 费迪南德保时捷 他只不过就是 依照命令 行事最有效的 执行了援手下达的命令 大众汽车公司的组建 除了在产品上 他还有一个整个公司的建立 和架构 这人员上边 其实呢 费迪南德保时捷 他在过去当工程师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去过几回美国 他去福特的工厂 看过 他当时就很精益于福特的管理模式 因为那个时候 福特汽车公司的管理理念 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他的先进人数在哪 你可以看到 就是亨利福特所做的事情 他让他们整个公司里边的工人 全能开上Model T 他最早实现了所谓的这个八小时的工作制 然后呢 他呢 让他的员工呢 拿到的这个每周的薪水 是别的汽车公司的翻倍都不止 可是亨利福特当然他也 他也手腕够狠 就是我给你这么好的情况下 你还不知趣的话 我该玩硬手段的时候 还是会玩硬手段的 这是后边我们还会去聊 但是在那个情况下就是 到了亨利福特公司去参观的人 都会很惊讶 包括飞南的娃儿姐 就在这公司里边 经理和工人是平等的 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他就特别特别的惊讶 本来他是受到这种启发很大的 回过头来 他要到德国去建 按照这种理想来建一家大众汽车公司的 那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 是把德国的这些原有的汽车公司呢 大家一起组合一家大众汽车公司 然后是我们所有的全体德国人一起 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为让我们的汽车工业腾飞 成为世界最最领先的这个汽车工业 而愤怒啊 就是这种理念呢 结果事实是什么呢 根本没戏 这帮人各自的利益 谁也不听谁指挥 就弄不到一块去 这利益没法往一块捅 人家就散了 人家不听了 人家突然分开走了 当然你可能想说 希特勒是独裁者 那么凶悍 他为什么不能用强力 让这公司组起来呢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希特勒呢 说叫国家社会主义 但他不是跟苏联一样的 那样的社会主义 他还是靠民主选举上来了 他还是靠这些大工业公司 这些财团的这些人的支持 他给人家承诺了 让大家都能获取很好的利益 他甚至向全体德国人民承诺了 让他们能获得他们应有的利益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是上来以后换一副嘴脸的话 你不一定能统治得住 那怎么办呢 那既然伙伴们不帮忙 那咱就得想其他主意 这个时候费南德保时捷剩下的只有来自于元首的压力了 我让你搞这大众公司 你得给我搞起来 你得给我搞好了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我要的是东西 那这个时候大众怎么办 费南德保时捷怎么办 他没法实现他的理想 他只能尾着心的去干一些恶事了 什么恶事呢 就是用劳工 所谓劳工就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用那些被强迫工作的人 什么人能被强迫工作 就是被他占领的地方 被德国占领地方的人 那这些人就是指你干活干到死呗 就是这概念 这时候就没有任何人性可言了 但是呢 其实费南德保时捷 他不是个企业管理者 他是一工程师 他主要搞负责都是设计 那管理是由谁做呢 是有其他的一些人做的 当总经理 其中也包括他的女婿 安东皮耶西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到二战结束了以后呢 他们就被抓了嘛 被抓了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被正式逮捕 那他呢 就被 就法国占领军 就把他们给控制了 控制了以后呢 就法国人就把保时捷 还有这个安东 皮耶西等等 这帮人给弄到法国去了 想让这德国的俘虏们 给法国人干汽车 接着弄这个大众汽车 好给法国人用 那他当然了 你被抓了嘛 你打败了 你只好认账 协议已经达成项目都启动了 但是这时候呢 横插一杠子出来了 什么横插一杠子出来了 那帮法国汽车制造商不干了 然后这么一弄呢 跨插 这项目都开始了 跨插 停了 不但停了 把这几个人全给逮起来了 逮起来之后 当战犯给起诉了 这个本来觉得有可能说能免除 免于牢狱之灾 因为毕竟他们是工程技术人员 并不是战争人员 但是呢 之所以被弄为战犯 就是很大的 就是当年的跳这坑了 跳这坑里之后 里边有一件事是很很要命的 就是他加入了纳粹党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菲南德保时捷呢 就进监狱 就关起来了 那可是呢 在美国的领导之下 盟国对这个敌对势力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仁慈的 他们还是希望 整个欧洲和平下来以后 经济能发展 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人 他们并不希望用这种 牙还牙的方式 用报仇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有几个罪魁祸首被惩罚了 也就可以了 那其他人呢 就不要去那么严厉的处罚 那首先被放了的是谁呢 六个月之后 就是保时捷的儿子 福瑞保时捷被放了 因为他还是一年轻小伙子呢 没什么太多事 不连累你 给你放了 你回家去吧 该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安东保时捷和菲南德保时捷 不能放 因为纳粹党 这个福瑞保时捷回去之后呢 他也知道 法国人之所以不放他的父亲 和他的姐夫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没利益 我把你放了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你去凑钱去吧 把你这俩亲戚赎出来 这俩人值钱 我们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把他放 他就出来了 赶紧就建公司 赶紧要去赚钱 那他呢 最终这公司还是落脚在斯图加特了 然后他呢 开始承接什么单呢 就是帮易得利的 有钱人去设计赛车 然后呢 还承接了很多汽车工程开发 因为那时候百费代兴 大家都在要开始生产了 开始生产了就得找人开发设计 保时捷工程公司是以开发设计著称的 那个时候真正大批量生产汽车还很困难 因为没物资 可是前期的就能很快的发展起来 因为这些后期的建好了 就得等着前期的 你得给我图纸 我好生产啊 他们正好占了这前期之力了 因为他们就是擅长于搞工程开发 工程开发就是在图纸上干的 小批量制造样品试验就行了的 结果正好乘着二战结束之后 经济开始发展的这个风 它是第一波要起来的事 因为它正好是做底层的 所以他们就哗 工程开发来了 这工程开发的单一接了 有什么了呢 有钱了 有钱了赶紧拿钱 赎人 赎出来之后 但是实际上在监狱里待的时间太久 而非南德保时捷本人呢 经历这么一次巨大的人生沧桑啊 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冲击 所以他呢 到后期呢 不再能展现出自己的才华了 在二战之后的那些车型的开发 主要的真正的天赋 体现在他的儿子福瑞保时捷身上 包括保时捷现在那些著名的车型 从356到911等等这些车型 其实都是在福瑞的领导下做出来的 非南保时捷在二战后期 基本就是养老 时间不久 过了几年之后 他就去世了 这就是整个非南保时捷的人生 好感谢您收看这次的下说